最新画面有27位从印度出发的台湾旅客 搭乘日本航空JL97航班 再经过日本转机回台 原定在11点20分会从松山机场降落 不过因为受到利用航空迫降事故的影响 他们转降到桃园机场了 目前也已经平安降落 桃园机场也启动了防疫措施 大批防疫人员都已经准备好 要来安排后续的裁剪事宜